一切生命是终生你哭的了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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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开发圆满的一个念头 所谓玛陀民王 代表本尊 代表阿弥陀佛 代表观音菩萨 所以除了净化自己的贪生吃 也不断地开展自己的慈悲心菩提心 那我想修行就不离开这些了 那所以各位在用灾吃饭走路 那都要思维地净化自己 乃至呢 开发善良慈悲的行为心态 那就要让自己越来越清静 也越来越慈悲 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有功德力 那这样福慧双修 最后才能够真实 像弥勒菩萨 将来做补处菩萨 准备成佛 继续利益众生 那今天我也要以大家的名义 以我母亲的名义 供养一天的灾饭 十二天里面的一天十万块 大家随喜功德 希望大家多努力 做个布施度千滩 然后呢 每个人 事实上布施慈戒 是最好的修行方法 那平常修忍辱 能够把布施慈戒的功德更圆满 也透过修忍辱 终于把我们称慧的业障 习气断除掉 那我们福报具足了 精进的去圆满 这样以后呢 你就很容易入甚深的禅定 内心很平静 当你内心不会被外境所干扰的时候 那你就很容易很冷静的分析万法的真实相 那叫波罗智慧 那波罗智慧的意思是让我们无分别 那你就不会痛苦 健康也可以修行 生病也可以修行 有钱可以修行 没钱可以修行 无挂无碍 那如果我们只祈求健康怕生病 那哪一天还是会生病的 那时候那你就很烦恼咯 所以一个人要有这个禅定 跟空性的智慧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除了以惭愧心 感恩心 对三宝的信心 那就像我们今天大家这样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的去做 所以那我们就有很好的资粮 达到能够禅定 能够开发智慧 那有了智慧 那你就可以有各种的方法去度众生 也去成佛的资粮 这叫方便波罗蜜 那如果有这个方便 空性加上这个方便 那你就能够发起真正的大愿 愿波罗蜜 而产生了真实的力量 可以调伏众生 成就众生的利波罗蜜 那这些都圆满了 那我们就可以最后圆满智慧波罗蜜 那我们要追求了佛陀的一切智 那如果你没有佛陀的圆满的智慧 那就算你世间的福报 像转轮身亡这么大 就像我们现在看报纸啊 这些大的总统 力量很大 他一句话 全世界都在看 但是很可惜呢 他们没有佛陀的智慧 反而他们这么大的影响力跟权力 那就会造成了一些 当然对跟不对的事情了 那日常生活 就是修行 下回我会把石头找来送给各位 黑的白的 你不要给他创个炼猪 黑黑白白 那希望大家要进步 过了一年啊 有没有进步一点啊 进步要产生在你的日常生活的品质 写字有没有越来越漂亮啊 没有就没进步 汉人的修行很重这个的 穿衣服 写字 讲话 做事 调音响 照相 你有没有修行 你就从这个看得出来啦 所以各位妈妈 煮饭有没有进步啊 要进步 脾气有没有进步啊 要洗洗念 越老越会念 这件事 一天念几十遍 叫做老啊 那就代表没进步了 接近老人失智症啊 所以但是修行人不会失智症啊 他越老 虽然肉体老了 但他的脑筋呢 越来越冷静 越有分析的能力 脾气呢 越来越好 人家就会佩服 哦 这是修行的这样子的果报 安忍 就算老病苦来了 能够安忍 因为有修行跟没修行差在这个地方 所以下回各位要准备好 你生病了 送到医院 旁边有一个人生病了 同样的病 他一直叫一直喊 你没有叫 你在那边 阿弥陀佛 痛 阿弥陀佛 那代表你有修行 医护士来了 笑笑 忍 不要吵到隔壁 这个就是两个都一样痛 甚至你比隔壁还痛 但是你表现出来了 是一种安忍 甚至还进一步慈悲 还关心隔壁的人 那个时候你会强调自己 哎呀 如果我早正空性 消除这个身体是我 这个我值 那多好啊 更精进 思维心经的意思 多念佛 所以念佛来加持 来消灭 思维心经 来震得空性 用各种的方法 好不好啊 希望大家一定要进步 好 谢谢 可惜给我们开示 好 可惜等一下帮我们修大威德金刚 那各位这十二天 多水洗 好不好啊 心里想着 哦 我们社大威德大格西 现在为我们修闭关 回向给我们 念下来 共生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家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释放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般若般若密 那再来我们要赶快来放生 那利用放生的时间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 当然我也很希望 各位现在会念佛 词奏 转经凡 转经轮 多道 屠宰场 市场 餐厅 哪怕他们是已经休息了 我们就给他念一念 沙沙 干露水 念下来 从慈悲 找到自己 找到自信 佛教里面最重要的是 看到自己的佛性 所以一个人如何修道 时时刻刻都保持在佛性 那就大悲菩提心的状态 这些东西再胜不争 再煩不减 本来就存在了 我想一个妈妈最大的快乐 就是能够看到 抱着她的儿子 对不对 她认为这是天经地义 过年到了 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我煮饭给他吃 我看着他 我心里好高兴啊 这个就是佛教讲的 类似自信 所以我们的自信 本来就是一个圆满的 菩提心 觉悟的心的状态 只是呢 我们被外界污染了 也被我们内心的烦恼 覆盖住了 所以也被我们的业障 而看不到我们的自信 清净的菩提心那种快乐 所以我想释迦牟尼佛 觉悟了这个道理 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 本来就如此 可以在树下 任何地方正觉 缘起空性的道理 但是呢 却妄想执着 障碍住了 所以各位要 把我佛教的道理 你知道吗 放下徒刀 立体成佛 这个很简单 只要你把这个我持烦恼 把这个对世界的分别 调伏住 水如果清月就明了 不用去往外找 请问往外找快不快乐 老公你在哪里 老婆你在哪里 钱你在哪里 地位你在哪里 那每个人都往外找 那就是迷思自己 离自己越来越远 你就会觉得很空虚 不踏实 就有一些痛苦 所以越痛苦 越想要抓住什么 所以 那你抓住他 事实上你被他绑住了 所以我想各位 很多人都很怕 失去爱人 失去亲人 失去财产地位 甚至失去生命 事实上我们这个生命 就像一棵树一样 就像一个光明 乃至一个风 它只是一个幻化的 暂时的存在 但是你觉得说 生命才是我 哎呀我要死了 我很痛苦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超度 因为他们认为他死了 他很痛苦 请问 死掉的众生 佛性还在不在 还在 所以 空性是不增不减的 在背色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所以一切法 一切友情 然后他的自性 永远存在 所以并没有所谓失去 或被污染 所以 但是我们如果往外求 那你就会痛苦 所以昨天我们 拜三十信念 就是要我们 放下这些 世间的执着 找到了自心的净土 当你内心里面清净 那你跟奥密陀佛就相应了 所以我想一心念佛 乃至诵经 乃至词咒 他就让我们回复 到我们自性的状态 那经历里面写的 永远不离开 善恶的因果 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那这些就是我们的自性 找到自己 但是如果你不懂了这个道理 你要依靠一个男人 依靠一个女人 依靠你的小孩子 依靠你的外表 身份地位 对我们来看是很肤浅的 很肤浅的 因为有些人说 哎呀我隔壁坐一个二十岁了 我现在老了 七十岁了 我觉得没意思了 那你不知道在修什么 那你人生不是悲剧吗 因为谁都会老啊 老了以后躺在床上啊 最后死掉啊 佛陀也一样啊 难道佛陀没修吗 但是对佛陀来讲 肉体老化是一种视线 佛陀也要视线变化无常 但是佛陀的心是一种